車駕駛再度口出腰迴轉 後方的騎士沒來得及反應 撞在一起 導致騎士捲入計程車底下 再夾在車底下 開始還在抽動 到後面過沒有幾秒就 十幾個人就去搬 那時候有人去幫忙搬車子 十度為熱心民眾見狀 紛紛上前幫忙 合力把車輛抬起來 要協助傷者脫困 救護車死以後抵達現場 將多處受傷 且意識不清的騎士 送往醫院急救 事發就在二十八號 凌晨兩點五十分 台中市公園路上 現場遺留大片血跡 機車的車桶零件四散 護照經驗都被撞斷 整台機車回損嚴重 停小客車駕駛 經實施呼氣酒測 無酒精反應 重機車駕駛部分 以暴行檢查官 核發抽選鑑定許可書 事故現場的這一出路口 沒有禁止迴轉的標誌 整起案件相關照事責任 將由交通大隊調查理清 三星王子雲 佩璇台中採訪報導